一天到晚要接這種 因為他們最後是我們的開刀 開刀你知道怎麼解釋 怎麼開診斷書嗎 我們一天到晚面對這種狀況 以前曾經有時候我們 就只好配合寫說 那如果他要追蹤 是怎麼造成內疏寫 這要慘了 像我個人 我是不願意由我親自說謊 對... 我教你怎麼說 可能比較有機會逃過被逮出來 但是我不可能 因為我們當醫師 怎麼可以這樣親自去撒謊 那有一次就是碰到一次 就是那個病人 他真的 他先生認為 我已經 現在子宮外孕怎麼可能 因為他最愛知道子宮外孕 一查就知道子宮外孕 很多都在一兩個月就破裂了 後來我跟他講說 有一種子宮外孕很罕見 叫做 可能大家都沒聽過 慢性子宮外孕的意思是說 子宮外孕破了以後 沒有一直流血 被周邊的大網磨腸子包起來 那就包起來就 然後一來一大一團 最後看起來像一團腫瘤一樣 那實際上他 其實 他一直在出血出血 然後大家都把 像我講那個案例 還是被當作 內科當作那個 再生不良性貧血 搞了很久最後會復產 那才我才發現說 這不對啊 這個驗出來是懷孕的 那他就說 有這種可能性是不是 我說 我們當然 希望家庭和樂嘛對不對 所以 醫生壓力好大 壓力很大 所以說 田醫師還比較好 他急診就趕快扔給我們 然後 然後收拾三點 接下來我們看嘉義科好了 嘉義科到底有什麼 我們病患個個是細菌 嘉義科整間就是 我的舞台 其實很多患者會來我們整間 然後會好像刻意要表現出 某一種狀況 都會有什麼目的 可能今天是有一個目的要達成 就會來跟你講一些敘述 那其實最常 眼最大就是那種 要來 那很多老人家來醫院 其實很討厭坐輪椅 那只要要來 申請八十量表 一定是坐輪椅進來 那你要他站 他怎麼樣站都站不起來 就攀軟在輪椅上面 對 那其實八十量表就是一個叫做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像有時候 是一些 或是 對 那大家都是為了說 希望說評估說他的生活功能 都不好了 那就可以順利請到 那就可以寫這個八十量表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就像我前一陣子 有一個患者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五十多歲 多年男生有一天 他推他媽媽來診間 就會進來 結果看這個男生很面熟 但媽媽我沒有看過他 我就說今天什麼問題 他說他要幫他媽媽 申請八十量表 媽媽七十多歲 還沒有八十歲 我說媽媽平常 沒有在我們醫院看診 其實通常如果你第一次 看到這個患者 他就想要寫八十量表 我們醫生其實很為難 八十量表它是一個 比如說他平常走路的狀況 能不能自己穿衣服 自己吃飯 大小便的情況 甚至盥洗跟衣服穿著 都是平分裡面 總共就一百分 那我就說媽媽 平常有什麼疾病嗎 他說媽媽就是在診所 拿一些高血壓長尿病 控制都還OK 那還有什麼狀況 為什麼做輪椅 他說媽媽 我說也不想要請他站 因為絕對站不起來 因為不可能請他站起來 因為他都坐輪椅進來了 那我就其實外觀 膝蓋看起來 不像是我們老人家 那種退化心關節 看起來膝蓋其實很OK 大腿也滿有力氣的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不太客氣 我就說那這樣好啦 我們來評估一下 就是我幫你X光片照一下膝蓋 安排一個免費的成人健檢 我想說以時間換取空間 我就下個禮拜我再評估一次 我了解一下你的肝臟 腎臟 X光片我看一下 那我就那天就結束 我就覺得那個男生 越看越面熟 就說我到底有沒有看診 幫你看診 那男生說沒有 醫師是這樣 你有來我家訪視過 他說我太太是你們居家 訪視的對象 門診結束之後 我就趕快打電話去 我們那個居家的長照中心 問他說有一個個案 他先生叫做某某某 你們單位有沒有人認識 他就說有有有 就是後來一個護理師 來跟我講說 他是我們居家訪視的個案 那個中年男生 五十多歲 因為他在六年前 一個嚴重的外傷 所以就癱瘓 所以就需要很多人在照顧 那他們在這四五年當中 有請一個外籍看護工 一個菲庸 一個菲庸這五年來 很認真照顧太太 跟先生互相扶持 都很認真照顧太太 可是這個個案是這樣 他太太在一兩個月前 往生了 可是另外一段故事就是 因為這幾年來 他先生跟菲庸 這是什麼故事 我頭暈了 這是真實的故事 那其實我們去看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很盡心照顧太太 非常心經歷 可是我們都看得出來說 不太一樣 過世之後 外庸一定會被仲介 就調到其他地方去照顧 我沒辦法 這一定馬上就會被抵開 那怎麼辦呢 那太太就是 先生就是跟他感情很好 他們就想到這個方法 就說來 媽媽 然後我就問他護理師說 那媽媽呢 我記得媽媽說的他嗎 媽媽身體好的很 王醫師 你忘記了 每次我們去的時候 媽媽跑出來開門的 媽媽跑出來開門 今天坐輪椅來 媽媽還可以 騎摩托車去買菜煮三餐 我說有 我大概了解這個故事的前後 我就跟他說 好吧 那我下次就勸退他們好 那我們護理師後來建議說 那時候不該就把那個費用 取回家 對啊 可能他們畢竟還是有一些考量 所以有時候他們在過命 因為費用在他的國家 還有小孩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年紀太厲害了 神經 神經 他們只是要互相群染 這是人之常 要是我就批下去了 那個太太也非常感情他 因為他沒辦法照顧他先生 對 他太太離開 他照顧他還能照顧他先生 他是非常感情那個費用的 對 但是他會遭受罰 我會比較麻煩 就是說明明就還撥破亂票 其實八十兩秒是很嚴格的 非常嚴格的 這個其實在整間的一些欺騙 很有趣 戶外屋為了 當然有時候是為了愛 我為什麼要分享這個 以前我們在富壇科 常常女生有沒有性經驗 會滿來滿去 我最近印象很深刻 這個是非常等級很高的一種騙 對 一對母女來 而且他們掛特約 那諮詢給我的資料是 女生寫她沒有性經驗 就進來的時候 女生要 我們就先做一下超音波 因為她有一些狀況 痛經跟相關的問題 她做超音波的時候 就在房間 她媽媽在外面 她就私下跟我講 陳醫師 我跟妳說 其實我是有性經驗 我有男朋友 可是我媽媽非常不喜歡她 所以我只能跟你講我有 那待會兒不要讓我媽知道 那妳知道有沒有性經驗 我們很多疾病的處置 會不太一樣 那就行李如宜 妳知道我們隔音很好 做完以後 那我還是寫 但是妳知道我們會有小目錄 上面還是寫性經驗 沒有 但是我們會寫一個箭頭往下拉 往下拉的時候 妳再看就知道 希望蠻媽媽沒有這個性經驗 我寫那麼清楚喔 如果是護理人員員 才會寫中文 如果是我們醫生會寫英文 反正我們有些小密碼 就是妳希望蠻媽媽 以往這種故事多的是 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這個小女生 那我就讓她去驗個尿 因為她有一些不舒服 出去的時候 媽媽突然就跟我說 陳醫師 其實我知道我女兒她男朋友 她也有性經驗 我今天陪她來就是說 因為這媽媽是 她的教育學員都很高 我今天陪她來是說 我知道 可是我總是擔心她身體不舒服 所以待會兒妳也不要讓她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只是希望 妳怎麼好好可以照顧她 因為我怕她為了騙妳 沒有告訴妳她有性經驗 你知道嗎 我說是 你知道我們雙方都要滿 可是這兩個是為什麼在滿呢 為了愛 媽媽不喜歡她男朋友 可是她又喜歡 想要跟她男朋友在一起 你知道那個糾結 可是 所以她 媽媽又在乎女兒 妳看這個感 其實是滿感人的 我女兒心裡有這種 我是知道 她不知道 我不想讓她知道 我知道 所以妳不要告訴她 她知道 我知道 誰知道 繞口令到外面 有一天就有一個年輕的女生 她就是掛 就是掛急診說 所以我就瞄了一下 那個等待區 那我看她 我猜大概是那個女生 然後她手沒有抖 就坐在輪椅上 那旁邊有一個很愛她的男朋友 一直在安慰她這樣 後來我就叫這個名字 真的是她 她過來 然後這個男朋友 就開始很緊張地就說 我女朋友她已經抖了一個多禮拜了 都 我們看過好幾次急診室 都給她藥都沒有用 她還是抖得更厲害 她真的很不舒服 她講完之後 這個女生就開始抖 開始抖了 對 因為鏡頭有在拍了 對 她就開始抖了 我就說你怎麼樣不舒服嗎 然後我那時候看她 她就開始一直講 她就講說 她忘記要抖這件事情的時候 她又停下來 她很專注地講 這一個禮拜發生的所有事情 看了多少醫生 結果我也失神了 因為我專注地看了她 她的妝畫得非常好 她那個眼線畫得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她有閃亮的各種顏色 就是彩色的眼影這樣 非常好看 然後底妝打得很好這樣子 妳說照理畫要抖對不對 對啊 因為眼線抖的話 你不能畫好 對 然後 對 而且眼線比 眼線比更難 眼線液 我不會畫 所以我就覺得她畫得很好 對 因為我畫不出這樣的感覺 這真的要女醫師 才會知道這個問題 對 妳想畫這個 對 但是我就說 我說如果說真的是因為 神經學的病變抖的話 不可能畫出這麼漂亮的眼線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奇怪 後來 然後那女生就很生氣 覺得我這個醫生沒有同理心 我說那我先幫妳做檢查 不過可能跟前面的急診室差不多 結果去做檢查的時候 那個男朋友就來罵我 就說妳醫生沒有同理心 我說我就跟她解釋說 如果神經學怎麼樣怎麼樣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 還可以化妝這件事情 我說那妳要體諒說 我們急診室的醫生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跟你解釋那麼清楚 所以妳要體諒我們的指板 這樣 所以後來那男生就深吸一口氣 後來就去那邊 結果護理師就說 天妳準備接那個投訴信函吧 這樣子 然後結果她就說 他們已經在吵架了 然後後來才聽到那個內容 是那個女生原來上個禮拜 就是抖之前 他們兩個大吵了一次 所以那女生就一直打電話 給那個男的說 我現在很不舒服 我一直在抖 一直在抖 所以這男生就要放下工作 帶他去急診 然後弄完了之後還是沒好 然後過了一兩天 她又打電話給男朋友說 我還是在抖還是很不舒服 所以她只是為了要 然後帶他去 討厭 對 妳把他拆穿之後 男的就罵他 妳浪費我那麼多時間 對 可是這個女的 就更討厭我 我覺得這醫生沒有同理心 對 這個故事沒有前面兩個 那麼好感人 對 這滿有問題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